那我們今天呢,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就是 老師其實疫情的關係,剛剛校長有談到 其實沒有錯,大家雖然挺過的那一段時間 可是呢,有沒有可能再來一次 是有可能的 但是最主要是說,我們看到的 以前認為遠距應該好像什麼效率都沒有 沒有錯,我們對他的控制力,對學生的控制力 是相對比較低 可是呢,在學習上來講 不見得完全不行 所以呢,這次疫情也讓大家看到 我在教室現場,在遠距上課 甚至我自己現在也都會有混合式的教學 也就是有同學在現場,一部分在線上 好像這兩天比較冷 老師就知道,線上的人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不用出門就到了 所以呢,這個也成為另一種方式嘛 即使說同學覺得怕冷,沒關係 至少我還可以把教材 老師的授課直接就送到你家 那,我們今天呢,剛剛有摳幾個軟體到老師的電腦上面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應該是在桌面上會有 那,事實上呢,大家應該要跟自己鼓鼓掌 因為疫情過後,老師都不小心變電腦老師了 有沒有感覺 多了一個身份吧 因為以前你覺得我怎麼可能電腦會那麼厲害 對不對 現在呢,不得已 因為呢,學校也救不了你 要靠你自己 你在家真的要靠自己了 所以老師有感覺到你的資訊能力有沒有比較要厲害一點 真的有 對不對 當然,這個會比較辛苦啦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會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些硬體跟一些軟體的部分 您可以參考 那,像您看到這一篇文章 這個是在加州氣谷的 大家都覺得在家工作好像比較方便 很多人不想要怎麼樣,回去上班了 這個是慢慢的,大家有看到遠距工作的一些優點 我們不可能說他百分百都是好的 但是呢,確實有他科取的地方 OK 那另外一個,順便跟老師分享一下 我們學校應該也有使用Google網域的那個信箱吧 嗯 不要忘記囉 那個明年 就沒有什麼 明年七月份開始就沒有無限空間 所以我已經有寫一篇文章 跟大家交代一下 你可能要開始怎麼樣 搬家了 因為以前有很多老師會利用這個空間 放比較多的資料在上面 像我在學校的話 我大概放了超過一TB以上的資料了 但是我已經搬家完成 現在我是自己付費的啦 但是沒有關係 至少我們也感謝他提供了那麼多年免費的空間 因為呢 有這樣的空間其實比較方便 以前我比較想說 我就慢慢的把它下載下來 但是我發現這樣其實很麻煩 就是從現有資料上下載 那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你可以使用Google的付費方案 它有一叫Google One 老師可以全家人一起共用一個空間 等於說你買的這個空間 雖然你沒用那麼多 家人可以一起用 這樣就比較划算 那一般來講 大部分大家的方案 最基本的就是15G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再加上100G 一個月是65塊左右 那如果你用到200G 一個月也才多少 90塊 這樣應該還要划算吧 嗯 那我現在是用比較多 就是用到一個月 就是2TV的 但是建議老師喔 請你如果真的要買了之後 請用什麼 用綿角的 哈哈哈哈 你請你不要用月角的喔 月角的 馬上損失兩個月 因為綿角的是10個月的錢 月角的是一個月一個月收錢 我以前比較笨 我都是一個月一個月交 那所以呢 這個給老師再參考一下 因為真的需要搬家了 那他這個搬家很快 因為你可以從教育單位的 直接就搬到你新的硬碟 完全不需要下載再上傳 所以如果老師有興趣 那可能你也有 就是這個空間的需求 那麼您就參考一下我這篇文章 這樣OK 好